九年前 時任中研院研究員黃國昌 陪著時代力量 立委參選人胡伯彥掃接拉票 佔有情誼多年 如今身為東武大學法律系教授的胡伯彥 加入上百名法律學者連署行列 要求將擴權法案退回重審 說要輔助立法職權行使 我們要怎麼輔助他 我覺得你要先確定這個目的之後 我覺得現在喊殺喊打 這方式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蠻大的 一百多位法律學者連署 直指國會擴權法案立法倉儲 有違憲之餘 未來執行勢必出現爭議 呼籲退回重審 連署人 包括全臺各大學法律系教授 中研院研究員蘇彥圖 吳建輝等人 而作為黃國昌 過去佔有的胡伯彥 也頗多感嘆 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其實應該是蠻一致性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因為這一次有當初非常多的以前的夥伴為什麼會出來反對他的一個原因 連署學者也包括立委翁小玲的情打同事 而黃國昌 臺大法律的學弟妹在校內也掛布條抗議 上下連寫著 失格門徒黃國昌程序保障臺大法 橫披大大寫上有欠你嗎 白色布條掛在法學院穿堂 我一過來的時候就看到幾位就已經拆到一半了 重回現場白布條已經拆除 學生不滿大學長黃國昌 國昌十年變化也差太大